《返校》这个影集它是一个就是关于谎言与真相 然后关于如何面对自己 然后接受真正的自己 然后能够得到自由的一个故事 透过台湾政治发生很大变化的1990年代末 为时代背景 跨越了生死然后30年时间的两位女生 然后所经历的生命历程 然后试着让观众可以开始思考说 怎么面对自己认识自己 跟接受自己的一个故事 你觉得我等了30年是为了什么 因为《返校》的IP这个游戏 主角是方瑞欣 她在游戏的故事里面 我觉得她核心的矛盾 其实是比较女性会面临到的一种困境 所以她才走上那个悲剧的道路 如果我要加一个角色跟方瑞欣 有什么互动的话 我就会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女生 只要你愿意 我现在就可以让她消失在你面前 类似的年纪 然后可能又有类似的处境这样 所以就变成一个就是 两个女生 然后一个是人一个是鬼 最终互相帮助对方 不管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版 或者是玩过电玩版 《返校》影集版 一定会让你有一种熟悉 但又有原创氛围的连续剧 《返校》影集版 《返校》影集版 《返校》影集版